我打算要提告了 你真的认为说 这些云林乡民 告得赢台数六轻吗 因为我们都知道 癌症的发生原因是太多元 包括说你是不是有熬夜 你是不是有抽烟喝酒 你是不是饮食习惯不好 喜欢吃油炸物 或者是说你就 就是所谓生病 有没有立即去看医生 你的医疗资源的问题 甚至跟你的所得 你是不是有去吃神经饮食 你是不是过得比较好的环境 通通都有关系 这么多元的原因的话 我们真的这些云林乡民 如果想要打集体诉讼 真的打得赢吗 我先请教你之前 我们也欢迎 我们透过视讯连线 连线到云林的地方父母官 云林县县长苏志芬 我请教一下苏县长 当你今天打开报纸 看到自由时报 这辆大篇幅报道说 云林县之所以全国离来率最高 而这跟台数六轻 有显著相关的时候 你怎么样看待这份学术报告 我身为一个云林县的县长 其实看到这一份报告的时候 其实是压力蛮大的 这个压力的大 是来自于那么大的一个石化的重工业区 后续是在一个地方政府来讲的话 面对一个那么大的一个石化工业区 那过去的环保的话 在台湾几几乎来讲的话 是政府不去重视它 那么民间能够智慧的余地也相当的少 所以其实这样子一个报告出来来讲的话 地方政府的话 确实会面临到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压力 尤其是这份报告里头是针对我们当地居民的健康风险 那我想在一个健康风险里头的话 所有的指责一定都会 舰头都会到地方政府来 所以我只能讲说我们的压力非常非常的大 县长让我请教你 除了说感受到无比的压力 我们也都知道说这一份占长泉占老师所做的研究报告 是由云林县的环保局所委托他做的研究报告 我们很想知道说云林县政府在做完这一份 已经具体指出来台数六清跟云林县民 所谓的离癌最高有显著相关的报告之后 云林县政府下一步要做什么 目前在环境影响屁股里头的话 有一些法令上的设施我们是觉得是不太好 因为站在政府里头它毕竟是个行政的单位 很多会去质疑就是说 你的科学的根据在哪里 还有你的法理的基础是在哪里 政府部门的话毕竟是依法行政 那么在这部门里头我们会觉得很多的层面上来讲 它是劝缺让我们可得以在面对一个财团 或是面对一个高度污染的重视化区的时候 你政府的力道要出在哪里的话 这对我们来讲是面临到一个很大很大的困境 我大概举一个例子来讲的话 目前完全影响评估中的监测设施 中央规定是有六清的环保 环管的中心的自行设置 那么其实监测报告有可能有 求援兼裁办的嫌疑 那么未来来讲的话 我们是不是应该由政府的机关比照国内 比如说像张斌等其他的大型工业区 设计一个环境的监测中心 全面来监测六清运转所致的环境的污染 那这是其中的一项的话 我们提出来的话是不是可以 让中央跟地方大家共同面对这个问题的话 可以去讨论的 县长那我请教你啦 刚刚你讲说没有法令支撑的意思是说 如果说云林县政府现在要代替 这些沿海六乡镇的居民打这个集体诉讼 恐怕县政府没有法令可以做这样的事情 我们现在举个例来讲台大教授的话 我们委托他们也做出来这样一个报告出来 这在一个整个法庭上来讲的话 法令的基础是不是够 那整个台湾的一个司法的一个环境里头的话 对于环境威胁当地的居民的健康 这个部分的法令是不是周全的问题 还有整个风险的评估的话 它毕竟有第一期跟第二期 它毕竟是一个长期累积出来的 它必须有一些科学的数据 然后才能够提到法庭去 那么法官的话才愿意去采信 可是整个来讲这整个的监测 还有包括整个的风险的评估 事实上我们县政府只有做了第一期 那么往后还必须再往后一直做做做 做到第二期第三期 那这中间的过程我们也需要中央 必须来支撑我们 如果中央不愿意来支持我们来讲的话 有可能地方政府跟中央的关系会越冷淡 或者包括僵化都有可能 所以我们也想要知道说 中央你的态度到底在哪里 你的立场在哪里 如果中央的立场跟地方政府的立场 它是不一致的 有可能导致于地方政府 当你做了某一些动作以后 是说你可能采取了某些行动以后 可能会招致出来的获果来讲的话 可能会让地方政府更承受不了 我想这是蛮政治现实的问题 我这样子理解县长你的说法了 如果我讲错也拜托你纠正我一下 你的说法第一个就是说除了法律诉讼之外 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包括说接下来的监测 以及接下来很多所谓的行政的制度 可是如果真的要走到法律这一步呢 目前还没有足够的基础 我们来看一看 今天在环保署也正式为所谓的云林 因为六清导致的健康风险 就是说到底这个六清会中间 这个到底这个问题是什么呢 有一个专案审查会议 今天做出了四个决论 第一个结论就是说 要从法治面来加强一到四期 我解释一下 目前台数六清在卖聊 就是已经有一到四期 可是打算再扩建第五期的工程 今天这个结论说 要从法治面要加强一到四期 这些空气污染物呢 要线缩起来 要再把它降下来 但是如果要做五期的话呢 要审慎评估 是不是真的要开发 第二个问题比较严重 就是现在呢 这些空气污染的监测呢 都是由六清自己的环测中心来做的 这有求援兼裁判的嫌疑 因此他呼吁 不管你中央政府或是地方政府 都应该要设置一个 政府自己有公信力的监测中心 不能让台数六清自己来检测说 他到底有没有符合标准 这就是求援兼裁判 第三个 包括环境影响评估的开发 核定 机查跟处分呢 中央应该要授权地方 加强管制 或者是你要找其他的方法 不能说权力中央一把抓 可是当真正发生事情的时候 又鞭长莫及 第四点就是六清回馈 只有卖疗 但应该要增加到影响所及 不能说只有离他最近的 包括台西 其他的乡镇都应该要 不过回馈的部分 当然总管是你有很不同意见 我们再回到刚刚一个重点 县长讲的说法是说 詹老师这份报告 恐怕还有更多的 所谓的科学的比较 或其他东西 因此如果现在要做法律的诉讼 恐怕是言之过早 詹律师 其实并不尽然 如果就是说 从詹老师这份报告 我们确实可以得出说 就是说明显 这六个乡镇的离癌比例 在他的 就刚刚张老师所讲的 在跟10公里以外的范围的比较 有明显的增加 以及时间序上面 六清开始 营运前跟营后之间 有一些不同的话 我想这样子其实 在法律上 就是说要做一个诉讼的 做一个证据指导 其实已经够了 我们在法律上 其实也会针对 这个工业污染的模式 其实法律也有一再 做一些修订跟发展 那其实在 我们明显有增定一个 191条之三 那其实里面提到说 你做从事一些危险性的 一些工业活动的话 你本来就要保证 就是说他就附有保证医务 不能让对周边的人民 产生一些危害 如果有 其实你要证明说 我的 就是说是我的 排放出来的污染源 不会对你产生危害 而不是要人民去证明说 就是说你的 我的生病 我的损害 是来自于你的 这个工业污染的行为 这是在我们民法 这个191条 这个之三 这已经也已经修订 增定了好久 那再来我就强调说 另外这个所谓显著相关 我们在法律上 其实也有发展出一种 就是说 那个叫流行病血的一种 因果关系的证明方式 在过去我们就好 如果要证明说 这个人是某一个人杀的 我一定要找到 可能一个凶刀 凶刀上面可能要有指纹 就是要证据上要 必须要排除到 让一般人都不会怀疑说 就是说可能还有一些疑问说 可能不是你杀的 这样子把其他的 可能性都去排除 但是这种所谓流行病血的因果关系 就是以我们这个案例来讲 如果经过有这样子的 比较的结果 确实它有明显的 那个增加的趋势 然后再来就是说 再去检视说 六清它所排放出来的 这些挥发性的有机物质 或其他的那个污染物 不管是碗 那个芳香 以及本这些 跟他所罹患的这些癌症的这些种类 在我们那个所谓的国际癌症研究所 研究的边理 其实我们应该我们的老研所 可能有这样子一个物质分析表 如果在种类上的那个 他排放出来的污染物 跟他离的那个癌症的种类 大致上也是相符的 不是有一些什么特例的问题的话 那这样子其实就有可能有被认定 那刚刚讲到就是说 如果有一些人可能是一个家族史 或生活习惯不一样 可能是不是个案要去排除 那这一部分其实是台硕的责任 在诉讼上 我们法律上已经有做了这样子的分类 所以其实以这个案子 就我个人长期关注这种议题来看 其实已经是一个相当不错一个成熟 可以打这种所谓类似 朱利亚罗伯斯在处理的那种 公害纠纷污染诉讼的这样一个案例 那再就是还有一点就是说 其实那个因为这里面除了就是说 可以打这个赔偿之外 那还有就是说政府在这个过程中 其实一直有一些资料可能没有掩饰 或者说没有刻意的进责的部分